好 那么我们来讲解一下 既然神经网络这么神奇 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它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为什么能做线性分类呢 我们那个灵感是 刚才说很多神经元 就是一个聚少成多的一个过程 那么实际上它的数学呢 其实还更有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 那么说这个神经网络 是怎么来工作的 那么这里面呢 第一我们看到呢 就是我们像讲解的例子 就是说这里大家看 绿色的点在里面 红色点在外面 我们要做一条线 把红色和绿色 完整的分开 对不对 那么神经网络起到作用就是这样 蓝色的这个区域和红色区域 截然不同被分开了 这个不同的颜色 就代表神经网络所做的不同的分类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怎么做的 那么说神经网络包含几个重要的要素 那么第一个要素 我们说 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 权重举论W 所做的一个工作 大家看 之前的神经网络这个图 对吧 我们每一次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线 连线 连线 这些线 这些线 每条线代表的是什么 每条线代表的 我告诉大家 它 当然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数字 对吧 它代表的是一个A到B的一个连接 那么我们管它叫WIG 那么I就是说 它来自的地方 G就是它的去向 那么整个一个神经网络的这个连接 我们就到一个叫连接矩阵 那么连接矩阵就是 I到G的一个连接 那么 我们说呢 这个它 神经网络作用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对特征进行重组 把原样的特征 通过我这个矩阵 IG 投影到一个新的空间 或者进行一个新的组合 也会做这种缩放和旋转的运算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WIG 是因为给大家写一下 WIG I是来自的那个地方 G是去向的那个地方 那么I和G的这个维度是多少呢 比如说 大家来看这里是3 这里是4 那么这个维度就是3乘4 OK 这里就是3乘4 OK 这就是它的维度 那么它把一个3维的一个东西 扩展到了一个4维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东西 到底是干什么的 首先 矩阵是干什么的 在线性怠数里 一个矩阵 是所承载的作用 叫做线性变换 那么它所对应的这个线性变换 那么所谓的这个 这个神经网络所做的事情 第一个也就是在做一个线性变换 那么它的线性变换呢 线性变换里面能承载 承载非常多的东西 那么物理里那个叫算子的东西 对吧 它是做一个操作 对进行一个 对一个线性空间进行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呢 可以是我们叫投影 比如说高位投影到低 也可以投影从低位投影到高位 这都没有问题 它是从一个空间 到一个空间的一个映射 那么有这个缩放 那么这个缩放呢 就是说比如放大 一个或者说减少 那么我们说比如说 一个对角矩阵 实际上就是对它的元素进行缩放 对吧 达马一达马二达马三 其他元素都是空空 那么达马一达马二达马三 就是对它的第一个维度 第二个维度 第三个维度的这个数值 进行一个缩小 或者放大 对不对 这是很显然的 旋转 那么我们说旋转经常是一个 叫做这个这样的一种矩阵 对吧 就叫Rotation矩阵 它的形状呢 它的特征根 往往是一个虚数 特征之往往是一个虚数 它对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 我在物理里的话 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固定的写法 我记得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去核实一下 它可以对这个 对这个主要这个向量 对吧 进行一个转角 这样的一个事情 旋转 那么就介绍 那么我们说 这样的一个线性的一个操作 它就是我们神经网络 做的第一个事情 它把一个 我们说 我们的这种 叫做原先的特征 进行了一次组合 到了一个新的特征里面去 那么我们从数学角度来 再看一下 这个我们所谓的连接矩阵 那么连接矩阵呢 我们之前说我们的这个感知机的模型呢 我们的权重呢 是一个向量而已 对不对 我们的权重向量是这样的形容 W1 WN 还有一个偏执向 B 对不对 那么最终得到的是 这个比如说 Sigma I等于1到N WI XI 加B 这是我得到的这个信号 那么我们说呢 这是我们的感知机 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个神经元 对不对 那么很多个神经元呢 我们就每一个神经元 实际上都会带着一个自己的这个 所谓的输入向量 输入这个权重向量 那么我们说 这是神经元1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个1在这里 那么我们的这个神经元2呢 神经元2呢 就是我们是比较这里 这里再加一个 W1 神经元3呢 那么这样的一个一个神经元 加在一起 那么我们说 我们把这些 他们的权重向量 一个一个放在一起 然后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矩阵 叫做WI J WIJ 那么大家来看 这样的一个矩阵 我们就是我们的连接矩阵 那么我们这里的偏制量呢 我们的偏制量实际上 我们不会放那么多 B1加B2加B3 因为我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是 我们会直接加一个B在这里 假设它的全偏制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框图 那么好 我们讲解完了这个变换矩阵呢 我们说呢 实际上 这个矩阵本身呢 它所起到的作用 就是一个线性空间的变换 那么我们看到这张图里面呢 我们说最重要的两种变换 一个叫做投影降维 一个是投影升维 那么所谓的降维呢 有点像我们的PCA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之前有五个特征 那么我们之后有三个神经元 那么那么就是把一个五维降到三维 那么实际上它是在寻找重要的信息 那么升维呢 就比较难理解 那么我们说假设像这张图里面 底下 对吧 有三个 上面有四个 就是说后面层的神经元 要多于前面层的 那就是一个升维 那么因为每个神经元 都代表一个新的特征维度 因为它是对元特征进行了一个组合嘛 对吧 它是对特征进行了一个组合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升维 我们说神经网络看似能升 这个线性的矩阵看似能升维 到底能不能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两张图 那么大家看 在这个 在这里面 第一张图 第一张图呢 它是一个平面 对不对 平面上有的点 平面上是两个维度 那么点有绿色的红色的点 那么假设我进行这样一个箭头 给它变到三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就从两个特征 变到了三个特征里面去 那么这个是这个三个特征 也就三个神经元 那么这里是X1 X2 那么这里可以说 我建立了一个 Z1 Z2 Z3的一个空间 这里是Z1 Z2 Z3 大家看 但是 它有没有做到 真正的升维呢 我们看 事实上 非常可怜的是 这个经过这样一个矩阵变化以后 我们的维度 还是2 那这张图上 虽然说我们的红色的点和绿色的点 被投影到了这个空间里的这个平面上 但是我们红色的点和绿色的点 依然放在同样一个平面上 我们是无法把它分开的 这个问题也并不难以理解 也不能并不难以理解 因为你是用一个线性的矩阵 去呈这些二维的点 那么它本身就没法 没法去把这个 通过一个线性的运算 把这些二维的点 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三维空间里 这是一个线性的运算 所不具备的一个特点